高雄市政府今天在愛河旁邊 基盤新多段的社會主體擋拖電禮 今天高雄總共有四個社會主體 回到去 目標是要拚一萬 空五百貨 市政府現在也通過 要求頓房稅子會增加三個稅收 要來捕貼少年人稅子 主工作順利 圓埋成功 高雄新多段的社會主體擋拖 記得站在美術館跟愛河旁邊 算是高雄鴻金地段 岸上要蓋11樓 一百十四戶 一半到兩半的房子 而且還有特營中心 未來要讓年輕人跟六歲家庭優先申請 新多段社會主體岸上 一百十三二萬港 市府跟國家主導中心合作 有很多工地等在去 目標是萬通貨 而且市府這麼通過燈房稅 高雄會增加三億稅金 要用來補助少年人稅處的助金 由燈房稅的稅收來增加青年的 這個租金補貼 大概會增加一萬戶左右 都法局表示 每年還會推出社會主體用地 六中五個的所在在平國 社會主體的素領會當年增加 保重青年跟六歲民眾大款 參與 記者丹家文老衛作 各鄉報得 達成績的 兩億yse